5月31日,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表示,美方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军事化问题,有种贼喊捉贼的滑稽。 她重申了中方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的防御性国防政策,表示将堂堂正正地行使国际法富裕的自保权和自卫权。 进入5月份以来,美国稍稍减缓了在台湾问题上刺激中国的动作,此前虽然通过了美剑放台的国防授权法案——台旅法,但大多还没有实质性的动作,目前仅属于战嘴上便宜的阶段。 特别是美在台协会内护新管即将开管,现任处长梅建华澄清了美海军陆战队进入的谣言。 这一切当然不是美国良心发现,而是大陆的决心和行动起了作用。 无论是驻美攻时里克新的美剑抵台之日,便是解放军我统之时,还是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如果和平的方式不行,我们就用别的等言论,都发出了明确的动物信号。 美国的动作已逼近大陆红线,台湾还在打上去就有摊牌的危险。 到那时,美国不但笃定要失去一枚棋子,而且还面临战略失险的风险。 正因为如此,美国才会加大在南海跳线摩擦的力度,先是爆炒中国在南海岛礁部署导弹的合理诉求,怂恿菲律宾、越南进行反制。 随后以此为借口,宣布取消邀请中国海军参加完太平洋联合军演的滑稽之举。 5月27日,按捺不住的美国终于亲自操刀上阵,派出两艘军舰进入西沙岛礁12海里范围内,结果被中国海军查证警告后驱离。 美国选择在此时顾忌重失,吵着南海问题。有三重原因。第一重原因,配合中美贸易谈判向中方施压。 中美双方新一轮贸易磋商即将开启,美国在这揭鼓引上派出军舰进入西沙岭海挑衅,随后还发表声明称将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%的关税, 分明是想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压。继续炒热南海问题,固然有两国战略博弈层面的因素, 但战术层面上对贸易争端的因应和配合,同样不容忽视。这些都是贯彻特朗普极限施压政策的思路, 说到底王的就是胆小鬼游戏这种过时的心理战套路。第二重原因,美国的手中基本无牌可打。 这些年,经过南海、东海、台海、半岛等一轮轮博弈,美国不但没有占到分毫便宜, 反而让中国借此转危危机,将这些地区局势的主导权牢牢抓到了手中。 与之相反的是,美国这两年采取自私自利的单边主义行径,搞得众派亲离。 这段时间以来,美国的欧洲盟友纷纷对中国伸出橄榄枝。 即便是最死硬的日本和澳大利亚,也低头向中国示好,停止两年多的中日韩自贸区开始启航。 特恩布尔公开表达要到北京访问的意愿,不过解决不好认识问题,澳大利亚一时半会还拿不到进京证。 第三重原因,给即将召开的香会预热。 香会又称香格里拉对话,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协办的亚洲安全峰会主办, 每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,因此而得名。 这是目前亚太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中规模最大、规格最高的多边会议之一。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,美国都会把南海问题炒热,给与会各国提供一个围攻中国的机会。 特别是这两年,中国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,让南海当事国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,不再主动配合挑逝。 美国在南海搞这么大的动作,还是想给仍有些不死心的小兄弟加油打气。 美国炒热南海问题,并采取极端的方式在这个地区暴冲,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担心,相反斗斗更健康。 不斗一斗不知道力量的边界。 美国作为世界老大,在地球村一贯横行把道,十分迷信和崇尚武力,对新崛起的中国缺乏应有的尊重。 在南海地区斗一斗对我其实最有利,这里处在我军事力量的半径之内,我们在局部拥有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,美军如果想在这儿胡来,占不到半点便宜。 再多几年,美国自然就会明白,它的力量照不住这儿,知以知彼,方能百战不待。 几十年没有打仗,我军虽然一直在立兵默马,准备打仗,但国人对我军的力量认识仍有些不到位。 特别是海湾战争中,许多人被美国高技术战争的宣传忽有得一愣一愣,在看待中美两军的实力时,总是过高估计美军,过低估计我军。 通过南海地区的斗争,将有越来越多的国人重新认识我军,树立信心。 不斗一斗不能显示中国的决心。 与西方外向型战略文化不一样的是,中国的战略文化一向比较内敛,以和为贵。 这种战略文化的优点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为什么所有帝国都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,正是因为它们不加节制的扩张所致,唯有懂得节制的中华文明流传下来。 当然,这种战略文化的缺点也十分明显,容易被人物认为软弱,从而助长投机。 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,在对我最有利的地方斗一斗,有利于向世界传递中国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,让中国的大国地位更快被世界各国从心理上接受。 不斗一斗难以展示和平诚意。 我们如今已经发展成世界老二,军事、经济实力都仅次于美国的时候,仍被一些国家无端讹掌,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,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,很容易因误判引发冲突。 以往,这种认识上的错位,最终将导致战争。 没有霹雳手段,难显菩萨心肠。 在因南海问题与美国斗争的过程中,让世界各国看出中国的克制,以及在处理争端时的和平诚意。 我们同时看到,正是中国这些年在南海问题上的坚决斗争,让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在南海闹得最厉害的国家恢复了冷静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菲律宾的改变我们有目共睹。 这一次,美国怂恿非国内欺美势力爆炒南海军事化,对杜特尔特政府构成了巨大压力。 但非外长在5月28对外发布的声明中仍坚持认为,单独指责中国是不公平的,这个地区有不止一个国家在军事化。 如果有大批海军在该海域游异,这算不算军事化?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,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王。 对于美国炒作南海军事化的做法,斗以斗自然就能天朗气心,让他们碰一碰中国早已准备好的软钉子,硬钉子大有好处。 大家莫要急躁,不要信谣。 与国家保持一致最重要。 好的。 , 解决主旨来的人。 解决主旨来的人。 然后, 解决主旨来的人们。 解决主旨来的人。 成为谁之后。 解决主旨来的人会。 在这里。